欢迎收看星期二的88614 我是Gary俊成 那今天我们的摄影棚呢 是格外热闹的 因为来了很多人啊 而且你是否感受得到 那股浓浓的爱呢 那这些爱呢 都是来自这一群 世界宣明会儿童助养人计划的 助养人 那给这一个掌声 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其实今天就很开心看到他们 因为从他们那个幸福的笑容 还有表情 我都感受得到那个幸福的感觉 那待会见到Gary严成旭呢 相信这个幸福的感觉 会更加的浓厚哦 那其实明年呢 是世界宣明会十周年的纪念啊 他们又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 五千名贫穷 贫穷儿童呢 找到爱心的助养人的 那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成为 这个助养人的话 你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号码 03-7880-6414 7880-6414 或上网 www.worldvision.com.my 其实五十元呢 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能不是很大笔的钱哦 可是五十元呢 你就可以帮助到一名儿童 以及这整个社区的社会发展啊 所以希望所有有心的朋友呢 也积极响应一下这个计划 那我相信 透过爱心大使 加入袁承旭的呼吁啊 还有号召的话 都会很快地实现 这五千名的这个目标的 好 马上我们来看看 袁承旭呢 在昨天抵达我们吉隆坡 国际机场的消息 世界宣明会爱心大使 袁承旭为儿童助养计划来嘛 和大家分享他的感受 现场等待着袁承旭到来的粉丝们 挤到了飞机场 大大小小的礼物 让袁承旭应接不暇 既然是大明星 你都准备好了吗 对啊 当然 才会来 虽然是大明星 可是袁承旭却完全没有架子 不仅面带笑容 亲切的他也和大家一样 循规蹈矩的出镜 乘搭机场火车 心情大好的他 还对着摄影机扮鬼脸 回来可亲的袁承旭 竟显爱心大使风范 那他在白色巨塔里面呢 是饰演明非常有正义感 很有爱心的苏医师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他也是世界宣明会的爱心大使 那非常的有爱心哦 让我们掌声欢迎 Jerry 袁承旭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主持人你好 我是袁承旭 那真的是很开心 今天可以看到你来到 我们的爸爸律师室啦 那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主演的白色巨塔呢 其实在我们八度空间 热播当中 而且呢 口碑非常的好 大家都很喜欢 真的哦 真的真的 那个 其实那个不是我演的 是宅宅演的 开玩笑 那今天呢 其实很高兴可以看到你来我们的节目了 因为这一次呢 Jerry是因为成为了世界宣明会 俄同中奖计划的爱心大使嘛 就来到马来西亚宣传的 那我觉得想知道说 像你这么忙碌的一个大米星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说 接下这个爱心大使的任务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能够跟宣明会合作啊 我觉得这是我大概从 从我们F4出道以来到现在 我真正觉得是说 很开心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因为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一一对我来讲 其实是很特别的 包括因为 我觉得像我们刚好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小孩子嘛 那那个东西跟我以前的童年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就很开心 这一次可以到那么多的国家 去宣明导这件事情 OK 那接下这个任务之后啊 其实那感觉跟你接下之前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 你说工作吗 就是整个感想啊 我觉得最大不同 但对我来讲 比较不像是一个工作 就是 我觉得出国啊 然后就当成是 出来 然后跟很多朋友见面 然后又可以 又可以 就是 讲这一次自己去宣明 感想 我觉得蛮棒的 所以比较没有 像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出国是 可能拍广告啊 或者演唱会啊 那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压力 因为 你就是感觉好像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事情要做得住的 对 那没有什么压力 而且可以让自己 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还挺享受的 对 对啊 OK 好 那其实在白色剧塔里面呢 就也是饰演一名 医生嘛 是很爱心的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你也是一个爱心大使 其实这两个决策当中啊 有没有找到一些 共通的一些地方 共通的一些地方哦 呃 执着或者是单纯吧 就是我觉得 在我演书以华 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的 也是有一些 也跟我有点像的是 我觉得就是 呃 以前的我其实 其实也是一种那种 就是傻 可能很 很阳光男孩吧 就是一个喜欢打球 然后 喜欢看到人就笑啊 然后笑得白色的那个样子 对 然后 呃 然后其实像 你说像 呃 跟这一次做那个 宣明会的这个 我想这个也是一样啊 其实就是 我 我觉得 像这一次去 蒙古让我 最大的感受 就是看到那边的小孩子 然后 真正寻找到 我以前那个 曾经 呃 也是 那个很天真的 大男孩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影子 OK 真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经验啦 那饰演了 这个苏医师之后啊 你觉得 对你的人生观 是否有一些影响 有没有改变什么 呃 其实 如果 观众有看 那个白色巨大 会注意到 我在里面 蛮大的突破啊 尤其在 情感上 因为我在里面 经历了很多 失去 然后 刚好 其实 那个 那个 我觉得那个角色 让我 其实 在演出的时候 我还蛮进去的 所以后来 其实后来拍 其实后来拍完的时候 蛮 蛮 痛苦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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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同步在那个角色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 呃 拍戏的时候 自己是很 很 呃 心态上都是 都是完全 就是 后期的 舒逸华嘛 就是很 很忧郁 然后很被打击 所以 其实后来 自己觉得 自己老了 大概有五岁 啊 真的吗 有真的有真的 你是完全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我那一段时间 就连导演都说 我 前一阵子啦 前一阵子拍完 白了去啦 有一段时间 其实人整个的感觉都是 就是 还是很忧郁 然后整个气色什么都很 很不好 然后后来到 后来是去日本工作 然后 再回去 他们才会觉得说 我比较有 比较有 抛掉一些 舒逸华的东西 这样子 也需要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 把这个 问题给去掉 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 不知不觉的啦 对啊 自己也没有想到 太投入了 对 那可是接下爱情大 所想也应该有帮助到吧 有啊 有啊 很快就脱离这个角色